棕色长发、黑色礼帽 以及谈话中时不时的手舞足蹈 让人很难想象眼前的人今年已有71岁 日前,记者在北京见到了台湾漫画家蔡志忠 此时,正值他最新导演的动画电影《武圣关公》正式上映 这部动画电影制作历史五年 是首次用动画的形式呈现武将关公的故事 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精神偶像 就像英国有亚瑟王 像瑞士有威廉泰尔 法国当然有拿破仑作为他们民族的英雄 如果五人,中国的民族英雄 五人的,当然就是关公了 关公大概是人人皆知嘛 三国志也是人人皆知嘛 所以我整部以关公为题材的武圣关公 其实就是要传播关公所代表的忠孝节义 四岁立志学漫画 十五岁离家至台北学艺并成为职业漫画家 蔡志忠的一生都与漫画紧密相连 他的漫画作品《庄子说》、《老子说》等已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多种与种版本出版 他导演的《七彩卡通老夫子》、《乌龙院》等动画电影更是许多人的童年记忆 蔡志忠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中国文化经典 用漫画的形式传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我自己第一个是身为中国人 自治百家思想 之前当然画过孔子、庄子、老子、孟子 所谓三千年留下来的很久不变的普世价值 近年来 国漫崛起的呼声渐起 在蔡志忠看来 中国的动漫发展环境确实正在变好 他相信 只要能够利用好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取之不尽的宝藏 潜心制作优良内容 国漫的巨大潜力终会被释放 挪扎某桶展示会大骂 我光看他的造型 还有光看那个样片 他的题材 我就知道这个一定大骂 水浮传108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三国日超过100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所以打造自己的爱体 我们要做出合乎观众期待的作品 没有观众跟我们结仇 故意不看国产漫画 内容 内容永远是完到 我相信 一定可以办得到 用一生磨一剑 这是蔡志忠对自己漫画人生的总结 他告诉记者 对他来说 创作如同生命一般 因此他至今正保持着每天高强度的创作习惯 我现在还四岁班 我如果还要出版 我还有十八百本书可以出版 我给你看哪个你会吓坏 我党案的一定是好几千个 能成为职业漫画家 第一个条件 他就是要爱到不做会死啊 就像我如果不能上作 我连克死掉 不是为了去唤起引力 因为他本身就可以回馈 让你得到最大的享受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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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